說愛不釋手 兩顆拉 她說再叫我去 你再去買一顆啊 我說 這一顆還不夠 沒弄啊 還要弄我啊 所以你求婚就是這一顆 嗯 好啦 應該還再去買一顆 玉香全訂婚 李亞萍處境傷情 無法承受 被老爸再三確認 不會再換喔 我來問你確定了喔 我來問你 你確定了喔 你確定了喔 就是他了喔 沒有 我不會再換了喔 我想說什麼意思 不是 都在一起已經五年了 什麼意思 會啦 都訂婚的 你是怕的喔 你跟我爸還怕 玉香全二號被三立新聞網 獨家披露 跟晚交五年的柔柔訂婚 但是啊 求婚計畫 卻被李亞萍半路殺出的 兩顆拉傳家寶破梗了 玉香全啊 那個 就拿這個給柔柔好了 這是老老留下來的戒指 然後他老老 活到 因為年紀活到很久 滿長壽的 然後就是 所以是代表是好運的 然後我的命很好 我就想說 喔 好啊 那我就等時機 我跟他對了 我就跟他求婚 然後我說 媽 那我這個先拿走囉 結果我媽 說不要不要不要 你先放著 然後我想說 她應該 另有打算 沒想到等柔柔回家的時候 她說 柔柔來 我不在喔 就是直接把賺錢拿給柔柔耶 什麼意思 可是 他自己交給他了 我想說 什麼意思 為什麼你還差不多 我交給他 柔柔呆啦 可是柔柔蠻爽的啦 因為他覺得 受到我 家人的認可嘛 那當然本來家人就已經認可他了 只是因為 姊姊的事情嘛 對不對 當然就會比較 我們保守一點啦 對二姊也是一種 respect 基本上是要一年的啦 就我們家還是 還是比較傳統啦 他有問我耶 他有問我耶 如果問你們要 宴請賓客的話 應該是要在原山比較夠 然後他就可能 觸緊張情緣回想到 那時候姊姊在 在原山嘛 在原山嘛 其實兩個都有在 都有在催我 我也是有在激起的 做 那 目前還沒有下落啦 可能就婚禮快到的那個實地點 可能還沒有的話 就會去做人工 當然做人工 當然做人工胎啊 一次搞定啊 對不對 兩個也有伴啊 什麼意思 好我跟你講 他知道 他就是 他很聰明啦 他就是要儀式嘛 雖然他知道 他也在裝作 不知道啊 出國 很多朋友 一堆狗娘 嫁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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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這種感覺嗎 沒有嘛 他現在沒有嘛 對啊 就是 驚喜的這個 可是我媽先給我破掉 後來也不知道怎麼辦 你知道 我以為我媽那條狗 我就想 欸 漂亮喔 就不用再去買了 狗愛不釋手 欸 兩顆拉耶 他說再叫我去 再去買一顆啊 我說 這一顆還不夠 還弄啊 還要弄我啊 所以你求問就是這一顆了 嗯 好了 應該還再去買一顆啦 可能買個對戒之類的 就不要鑽石嘛 就是他平常也可以帶出門的 就不要鑽石嘛 因為欣賞 的人 當然 還以為非常奇麻OK